520新政府即将上任 国民党把炮口瞄准新内阁 这回点名准复格魁 郑力军的先生沈玄荣 在中国开公司赚红钱 女儿沈亿作为台湾居慈母公司的法人代表 沈玄荣的亲信是胡佩丽 曾经担任居慈台湾的负责人 后来成为东莞方策的负责人 东莞方策变成了台湾居慈帮忙销售 他的产品到大陆各大电子厂 成为白手套的一个管道 就连好几天都不愿意出面受访的 徐晓星也现身 还加码秀出关系图 徐晓星讲得正正有词 还只能有台商看不下去 才会爆料 此公司的业务员 他使用的email完全是母公司的信箱 郑力军的先生 是这家台湾居慈的负责人 他对于东莞方策电子有限公司 有实质的控制力跟影响力 面对莱茵爆料 要求郑力军出面说清楚 而准格魁章泰也替自己的副手 郑力军还家 郑力军副院长非常有文化底蕴 而且有民主精神 对他以及他的家族 我们都充满了感激 未来我会用这样的心情 跟他一起共事 实际上早在2019年 郑力军就对外说明 先生没有在中国投资 没有担任中国任何公司职务 已经超过十年 没有再到过中国 自己的案子说不清 他快速的来切割 快速的来转移焦点 他是为政救急 奉劝 各人做业 各人搭 随小心大姑夫妻党 卷入诈骗案 事件延烧超过一周 如今已揭闭 炮口对准郑力军 也不免被质疑 为了转移焦点 嫩饭热炒 三立宣公司马月华恩泰报道 正在这个程序里远